end conseguin 又是我們健康ドあの 감독 feel 的節目 大家好, 我是葛德恩 今天有蘇醫生在這裡 蘇醫生, 天氣熱來了 很多街坊都 falando 把極了深汗 編成了沙殼 這算是發生肉有無所謂? 令我們口乾或洩醋 同時也會損傷我們人體的氧氣 這時候應該如何互理好 沒錯,昨天就是夏至 廣東俗話說熱在三伏 真正的暑熱天氣 是從夏至納秋這段時間 我們在飲食上 應該選用清熱生樽 潤醋養心,保慎助養的食物 今天我們向各位朋友推薦 無花果雪梨黑豆煲三斑魚湯 無花果雪梨黑豆煲三斑魚的材料 有無花果30克 雪梨三角大概250克 黑豆30克,三斑魚300克 生薑片適量,先將黑豆洗乾淨 用適量的清水浸泡30分鐘 無花果洗乾淨 雪梨洗乾淨之後,切開去滑 切開去滑,炒香這鍋 將三斑魚慢火煎至微黃 在湯煲裡加入1200毫升水 再將所有食材放在鍋裡 小火煮一個小時 這一款清熱生樽 潤醋養心的夏季靚湯 很容易就做好了 如果買不到三斑魚 可以用生魚來代替 兩者比較,三斑魚的營養價值 就比較高 無花果有抗炎消腫的功效 可以利煙消腫、健脾、開胃 還可以預防動物觸氧硬化 以及冠心病 中醫認為腎為先天之軟 黑豆含有豐富的膳食粗纖維 對於便秘、痔瘡和腸癌 都有良好的預防作用 來到華山斑魚 其實是高打白、低脂肪的食物 同時還可以清熱解毒 促進傷口的餘合 用來煲湯一流 雪梨性寒味甘 但如果煮熟了,它的寒性就大減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飯前吃雪梨 或者用雪梨來煲湯 它可以有效地降低 血液內致癌物的濃度 從而達到防癌、抗癌的目的 四樣的食材一起煲湯 可以護肝、益腎、養脫、補腦 同時也可以預防老年癡愛 無花果、雪梨、黑豆 煲三班魚的材料 有無花果30克 雪梨、三角 大約250克 黑豆30克 山斑魚300克 生薑片適量 如果買不到山斑魚 可以用生魚來代替 是兩者比較 山斑魚的營養價值比較高 蘇醫生提點 炎熱的夏季 應該選用清熱生瓶 潤燥養心 保腎助養的食品比較好 今天介紹的這款湯 適合大部分人群保健食用 吃不完 小青哥是否更加深入 你最愛吃不完 是否更加深入 我們要吃虧 最愛吃虧 是否更加深入 你已經會做了 我複雜吃虧 是否也會做 要吃虧 有些虛擬 都要吃虧 多吃虧 就想吃虧 有些虛擬 是否有些虛擬 就是蠅舛 有些虛擬 有些虛擬 是否有些虛擬